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看到後面吧 帶大家來台南的本田經銷據點 它即將在3月20號正式開幕啦 不過目前來說它還是屬於一個試音樂階段 那店內車子、展示車其實陸陸續續都到位了 業務們其實也都到位了 各位車友千萬不要擔心 你如果喜歡的話 有興趣的話對本田車子很有興趣 不用緊張 這些業務都是很專業的 直接過來就對了 不要怕 走過來就對了 OK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看一下台南的本田 大家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站在台南本田的對面 而且GoPro的視角也蠻廣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戰地 這戰地 好可怕 有夠大的 所以如果對本田車子很喜歡的車友的話 應該來這邊可以看得很開心 那右手邊現在看到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維修區 這維修區也算是 頗大 而且是全開放置的玻璃 跟高雄比較不一樣 高雄你只能進展示間 然後從展示間的玻璃去看它 可是台南的它做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這屋邊就可以看到即時的維修 蠻酷的 那左手邊呢 就是展示間的本田 它好像 聽台南人說 它之前好像是一間蠻有特色的餐廳啦 所以本田接手之後 它也沒有把整個建築物打掉重練 它好像是直接沿用 蠻多都是沿用之前餐廳的 主體架構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先來 看過了 它的整個內部裝潢其實算是蠻特別的 而且 它晚上的燈啊 如果各位車友啊 因為它晚上9點才關門 所以大家住台南的車友有興趣的車友 也可以晚上大概5點多6點 太陽有點下山的時候再過來 開燈的時候真的很漂亮 超美的 好啦 就 那我們過馬路 先去看一下囉 Let's go 剛剛一開始 這台就不一樣 我好害羞喔 這台是1100的喔 不是500喔 那我們錄一下它有聲音 吹一下吹一下 那 你如果各位來台南 台南店要停上來的話 千萬注意啦 這個斜坡 本店已經給你插了一根這個 注意斜坡 停車要入檔 OK啦 那我們現在進去 陪大家看一下展間囉 大家首先看到就是停在上面的肥皂霜 那我上次也有拍過嘛 大家有看到 那這個就是 NC 750 CBR 650 GOIN CB1100 這邊 雖然是一個 休息區的 談事情的地方 千交易如果大家喜歡 坐在這裡吧 2021年的650 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一改變就 真的從後面看 吹吹 從真後方看起來 我是覺得還不錯啊 但 從側面看好像覺得它有點太長 從真後方看起來 這個改變太長 不過質感還不錯啊 有的金的 配置上也沒有什麼改變 前插 還是一樣 它加好了 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 消光黑 這台是消光黑 看不出來 後面這台 這台 GOIN 本店的神車之一 760R 這應該也是2021年版本吧 對 沒錯 看起來 二樓 聽說到時候會變成新地區 波箱好像沒有開放 波箱好像沒有開放 這台就是Monkey啦 Ready300 CBO100 XADV 目前好像前一陣子有一點爭議的車子 ADV CB300 後面就是不平均啦 Forsa 350 750 350 350 那旁邊這台應該是750喔 750 哥哥 又來 咦 還是350耶 他這邊沒有放750的實車樣子喔 好吧 沒轍 350 其實350在 市區騎乘上面也是一台蠻不錯的車子啦 不過 在南台灣可能不太適合 個人啦 個人感覺 那這邊就是 本田的 信仰布品區 有賣 他們的 衣服 還有 酷的車訊 這應該是女生的版本吧 還蠻酷的 那還有旅行將主 這應該是BFR的 對 後面這應該是 Honda FG Honda FG 華伊也有耶 單座蓋 應該是1000啦的單座蓋 尬的 然後貨架 跟八手 是防摔衣 不過它是軟飾的 這邊也是軟飾的 這邊也是軟飾的 比較修型款但是它是軟飾的 這邊也是軟飾的 就是身為一個本田車主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製作吧 咖啡機 飲料 點心 零食 櫃台超讚的 好啦 不管啦 我還先喝飲料 騎在這邊怪熱死 先喝囉 Gary 比如說 或者是軟飾的 我們要來 also是危険 夠膽 我們要來 接一下 的話 也請 過 我們要來 配合 而且 我們可以 直接 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還剩兩個月 還剩兩個月 預估啦預估,預估兩個月 很怕給我那個6月30號才給我交車 那目前這一台就是妨礙台本啦 這一台目前來說外觀應該就是這樣定案啊 只是動力...嗯...對 動力又被閹割 那有一些車主去年 消息出來的時候就定了 第一批車主好像預計在今年6月要交車 看看5月底能不能拼得到啦 那大家看一下 Forza 750 有壓鈴桿 你看這支付箱 超深 超深 不過沒有辦法發給大家看 因為這台在各據點都會玩到沒電 OK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散人 掰